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辈啊 然后这把呢也是一个1800多份的巅峰赛啊 关羽啊现在这个版本出上率感觉真的是不太高啊 打关羽开局出个不假吧还是啊 出别的没啥太大用 我应该是开局得背他批的啊 这个还是挺有经验的 你这鬼谷子一级抓射手是吧 三清兵线 这边关羽啊第一刀没有批到咱们 他上二级也没事啊 批我一刀漂亮 二级能刮A一下一技能给减缩 前期这波状态已经大骂了 拿到河线吃口药包你再批我 我都不怕的 现在就是找机会 单杀吧还是 对面打也拦开 四级抓上了应该是 这边咱们还是啊 啊稳稳当当先升个四级啊 关羽吧 挺好打的 但一般他会去支援 这个就看他支援的时候啊 能不能打出点优势处 他打不出来优势 他就炸了 卡塔兵线也不是特别的好卡 四级打三级 再打他状态吧 打野也是跟下了 看见我了 直接开大招吧 关羽生四 这时候我手里没大 其实不太好打了 已经 拉上去 那这会儿就可以了 关羽死了 你还真敢做我呀 但是没什么用啊 这边下后蹲的 已经开始翻野了 1800分啊 这个分段还是比较好打的 稍微啊 得配合着点队友来打 这个下后蹲咱就直接卖了 不能再打了 再打也是要被这个关羽给推进去的 一技能给减速 平给接二 再挨一刀也不行了 这会儿还是杀不了 把对面这个蓝buff 反掉就行了 虽然说最后蓝buff 还是落到了打野的手里 但是他经历是没吃到的呀 是不是 一步一步压缩他的经历 慢慢他就这个经历不行 他自然而然 他也去炸了 看局还是先出兵心啊 打关羽一定要出兵心 进野区瞅一眼 先把这个视野给踩了 直接断线也行 关羽过来交城街直接走啊 不用怕了 其实断这个关羽的兵线 不是特别好断啊 哎 把他大招给骗出来了 这挺好啊 那这会儿就不亏啊 骗出的大招 下一招就好打了 盘起来 二的能起手 哎 哎 人头没拿着 先往回拉 打野没大了 这边先挥雪 关羽也没大啊 这个位置 咱稍微等个大招 一技能踩一脚平A 接二脚成绩啊 一套技能直接秒啊 伤害还是挺高的嘛 对面 哪怕不又爽了 赶紧去拿篮呢 这以这兵线 清不清闪啊 打关羽一般情况下 不容易淡杀啊 无非打的 就是一个配合队友啊 怎么打出节奏的 这么一个思路啊 这边也不能打呀 这个野区人太多了 关羽应该 哎 他应该在的呀 他怎么没露视野 不管他 对面打野始终 没拿到篮 这个就挺难受的 下路过来抓我 下路这边有个线啊 直接给他断掉 身上有红巴布 关羽这波批我一刀 哎 直接叫大了 是吧 算了 这个泡兵 咱就先别要了 直接从房间塔里头走啊 别回头去拿这个泡兵啊 就打关羽 你就顺他事走就行 他往哪边推 咱就往哪边跑 他越推 咱就越往那边跑 你别回头顶着他 你这么 这么顶着他来吧 哎 肯定会被他给一推一推 就那么给消耗死 现在这个哎 没难一技能给演出 我平A接二大招开出来 接平A 关羽没大 哎 挺好嘛 这打野摔完红巴 就给我 虽然说咱单杀不了关羽 是不是 一技能跳出来 这个蓝巴巴直接反啊 不用想 拿什么手啊 对面 至少目前来看 对面打野已经崩的 有点没法打了 其实 先把这兵线给清了吧 出那个不死鸟啊 往这边来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搭野过来 我直接开大招 你拍我没用啊 等他大招落地之后啊 咱们再一技能做 要不然容易被追上 中路一台也掉了 现在的节奏就是 还是啊 一点一点带线呢 翻译呀 看怎么给节奏啊 还有你们可以带边路冰线 带什么带边路线啊 我这一直远着带着呢 卖明没啥意思 打个传统花吧 兴许一会儿还能有点用 这个关羽 其实玩的还可以 全是残血啊 这边可以上啊 踩一脚 上了抢人头去 跑得挺快啊 打野落地不是我扛塔啊 这波啊 那我这个大招 其实交不交都没啥用 下楼直接硬拆呢 防御塔不打我 接着压 二堂也得拆 同伴不好像刷着吧 直接拿 现在就是人家刷啥 咱拿啥就完了 这把看看能不能补个电刀啥的 反正反甲是肯定得出的 一枪直接中呢 没中 我直接开大 这边出制裁了 制裁出的还挺快的 这把截得不错 上乱了他 看看能不能拆 只要黄中 黄中来了 他还没出制裁 那应该是对面出的梦魇 我没仔细看啊 对面出啥玩意 刚说完没出 其实黄中经济不高啊 还是这个制裁梦魇 直接少回了一半去 来回六千的 直接就给你回三千 差了一半 感觉血量越多 亏的就越多 是不是 还是要稳赢吧 咱们这边 直接补苍蝙就行了 这没法上啊 感觉 鬼公子一直不是帮的呀 踩一脚 直接开大招 先出防御塔 别着急 这边的队友跟上来 叫黄中交产线也得死 一技能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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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赖火了 这能走的 我没走 我看 可能考虑往哪跳的 我没成想 这个打野伤还这么高 这凭什么能把我瞄了 差那么多景气 现在压了对面八千经济的这么一个顺风局 出仓口吧 反正适合每一句都出 真的挺适合 挺好用的啊 就怕这种爆发高的 然后呢 还能加10%的这个CV啊 挺好用 刚睡醒有点迷得不不点 说话都没力气 一技能踩上来 大招开 我想先切这个打野 平安平安 这边鬼骨子拉我 我一技能卖好 完了 这边要死 一技能跳回来 队友全死了 这咋走啊 二技能回口血 哎哎哎 还可以啊 但这边海悦感觉也要死 这边大招马上就好了 哎呀 鬼骨子飞得给个事业 这是先杀审风鞋 二技能挂一手 回头黄中也得打 这牛啊 要不然咋说 还是之前梦魇的 黄中这点破经济 我压了个三千度 他帮了帮了 打我这老鞋 要不咋说 现在程友军 打不到一个太高分 我就看了 说是啥呢 这巅峰赛打到一千二百 两千一级 现在就算是一个高分 程友军了 交往 这要能打到两千三 那国一是肯定的了 啊 两千二了 现在都不好打 没有太高分的程友军 现在 可能有高分的程友军 但他不 不一定是主玩程友军 有可能是靠那个西数分啊 往上走的 对 哎 苍穹做出来了 一会儿看你这个大爷 你怎么走 凭 你还给他操作呢 你咋走啊 这把居然被对面拖到了 十四分钟啊 开局那么大的 是不是 不得不说呀 对面还真是挺能拖 这个节奏的 三级大爷 到时候做出来吧 刚才海域那边 把把那红装拉进去啊 跟里头被这红装反杀了 就挺离谱的 先推下落的兵线 有苍穹 不用太害怕 先让队友拆吧 我们这边先拆高利塔啊 对面毕竟少一个法师啊 黄中架炮直就上啊 大招一开是吧 一技能踩上来 苍穹一跤 哎 他没打我呀 墨子闪现空了一手 二技能刮一手 往回拉 平A 平A拿到手 这边三叉有戏 一技能给减受 平A技二 这没招了啊 让这水晶 让对面泉水给我干了啊 但是能一波推了就行了 我是真是 为了拿这三叉 硬要是泉水给我干了呀 这把 哎 拿了个三叉 才给9.4的评分 我感觉这把我的战绩 不止这个评分吧 这把评分感觉给的挺低的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 再见 56段的高手啊